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石家庄市海外桥商肯谈会上了解到 为邀请广大侨胞永子归家 投身家乡建设 该市将实行市长直通车制度 同时谋划桥商园区 承接桥商资源 桥商投资或推荐投资项目 简化审批程序 一律走绿色通道 同等条件下 政府项目资金优先向桥商倾斜 土地指标优先保障桥商投资项目